这个女人正在竖腰 女婆使出吃奶的劲儿 把她勒出了小蛮腰 然后再穿上一条裙子 再来一个群称 换上优雅的高跟鞋 嗯...有点站不稳是怎么回事 三个小时过后 女人终于装束完毕 这...是换了一个画手吗 这个女孩就是灰姑娘 你绝对想不到 她穿上水击鞋 竟身为王子妃 活活的生活却并不快乐 新德瑞拉刚与王子度完蜜月回来 国王却狠心将小城口拆散 带着王子出差去处理国家大事 为了促进友好外交 把一件件国宝往马车里搬 最后自己都快进不去了 是为前来帮忙 这个国王终究是当得有点委屈了 王子不舍得与新德瑞拉昏首告别 住进王公的第一天就独守空房 不仅如此 她还要独自面对国王留下的重任 准备两天后的国宴 第二天 新德瑞拉一早起来做早饭 结果女管家见她就问 你...你女孩 你有看到皇上 好家伙 王妃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眼前吗 看着王妃穿着女仆的衣服 管家崩溃了 立马阻止她做早饭 皇室贵族怎么能够亲自动手 遣过她手里餐具 开始教她王宫里的规矩 换上了王妃的制服 管家在她考察国宴餐桌的规格 女不让她选择餐厅的位置 米色还是黄色 我发誓 凭我5.2的势力 也没有看出来这两个颜色有任何区别 下一步就要教新德瑞拉 跳优雅的王室舞蹈 头上顶着厚厚的一摞书 不能快了 也不能慢了 西诺瑞拉疑惑了 不久前自己不是刚刚 凭借着曼妙5字嫁给了王子吗 怎么这会儿都不行了呢 这时 国宴每一个环节的问题 接纵而来 西诺瑞拉受不了了 这不是她想要的王妃生活 哭了一场之后 她重新找回自信 既然国王把国宴交给她来办 她就要照自己的方式来办 她打开了禁闭的皇宫大门 向每一个普通百姓 分发着国宴的邀请函 就这样 西诺瑞拉安排的国宴 违背了所有皇家规矩 以她的方式展开了 国王走进国宴现场 舞厅里全都是普通百姓 管家告诉西诺瑞拉 管家立马上前告状 所有的事情 都是西诺瑞拉自作主张 国王正要发火 突然尝到了 西诺瑞拉亲手做的巧克力布丁 就这样 西诺瑞拉的全新尝试 获得了国王的认可 她和王子的婚后生活 可算是没有了阻碍 另一边 恶毒的后妈 依旧没有放弃 要为两个丑女儿 找到有钱的对象 王公里又要举办舞会了 后妈带着两个姐姐 进程去掉金龟絮 这时 贪吃了大姐 随着食物的飘香 走进了家面包店 结果 两人就这样看对了眼 正想扫码加个微信时 后妈重了进来 她不允许女儿和一个面包师 没来远去 立马赖着大女儿离开了 这时 吃瓜群众 新的瑞拉 看到了这一切 她无法容忍 身上还能有人 有情人不能眷属 于是和她的动物伙伴们 商量了一个计划 女儿们去抢大姐的帽子 然后老鼠们 吸引面包师的注意 就这样 大姐追着帽子 面包师追看老鼠 两人就这样 在面包店门口重逢了 和老鼠一不小心 惊动了马 忽然 大姐被一脚踢进面包店里 在心动男神面前 变创了一个落汤鸡 她顿时觉得没脸见人 伤心地逃跑了 这时 新的瑞拉追过来安慰 虽然大姐打小就没少欺负她 还差点抢走她的老公 但新的瑞拉不计前嫌 还要帮大姐寻找真爱 不过 当然不能顶着这副狼狈的样子 巨人男神 于是新的瑞拉开始了 对大姐的改造计划 想要变成王妃级别的美貌 究竟需要多少步骤 首先洗把脸 喝点香水去除异味 穿上一条高贵的紫色裙子 戴上最简单的配饰 然后 搞错了搞错了 王妃级别的美貌都是天生的 新的瑞拉再善良 也无法将朽木化作神奇 能力就到这了 如果长得不漂亮 至少得有一个友善的模样吧 于是新的瑞拉叫大姐微笑 这样 这样 还是这样 天哪 这比不笑还难看 但是啊 妹妹只能帮你到这了 接下来就看爱情的造化吧 第二天 大姐和面包师各自买了一束花环 想要送给对方表白心意 结果面包师和其他女人交谈时 正好被大姐撞见 这又是什么剧情 难道大姐的一颗真心错付了 她的无头伤心 却没看见原来女人是永恒朋友的 大姐再次来到喷泉旁哭泣 这时 面包师偶然寻到这里 花魂被破坏的只剩最后一颗枯萎的花了 但看到她心里最美的大姐 立马将最美的花献上 大姐立马忘却了伤心 脸上浮现了幸福的笑容 舞会上 大姐和面包师妥妥的成了C位 虽然对方不声外外要求的有钱的王爵 但此刻相爱的彼此就是最重要的 同娘新的瑞拉也非常为她们高兴 动画电影《仙旅奇缘》第二部 延续了原本灰归人的设定 写出了她成为我们废后的生活 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童年 有了一个续集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